超级说说说大事小事咱一起说 就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就业问题又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各地要千方百计的稳定和扩大就业 再过不久又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即将步入社会 他们在面对工作时有什么样的选择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走上街头 来看一看大家对于就业方面 有什么样的看法 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 觉得像考工或者说教师这种职业 都觉得还挺不错 就是可能要么就进体制类吧 然后要么就进证券或者期货 可能会考工 个人是主要比较偏向于找稳定的工作 偏向于一些媒体平台 想再读一个不是 我准备在这种朝阳产业方面下手 因为我老家是云南嘛 离东南亚近一点 可能会去做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吧 打算回国创业开一家日本料理店 首先在校内就有相当多的资源 有经常开有这些讲座 比如说到延三一定会有就业指导 以及相关的课程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群 这个微信群指导 有老师会来帮你这样 现在网络时代嘛 肯定是通过网上去了解这些信息 这些互联网公司本身 它有一些秋招春招 包括实习的一些信息 现在短视频还有网络都这么发达 并且朋友都已经上版了 他们也可以给我提借 一就是通过微信推文 二就是通过一些APP上的一些消息推送 针对于我这方面专业的岗位 好像是增多的 我现在就是参加了一些面试当中的话 就是都还有就是已经毕业两年的一些学生来 就是来找工作 然后其次呢 就是还有一些学生 他们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环境 其实还是就也比较困难的 其实好像国内对于归国的学生 创业好像有很大 有那种支持的那种福利的 像之前好像家里面跟我说 就是现在回国的话 有那个创业啊 各方面的一些政策上的补助吧 也对创业有一定的补助 然后对就业也有一定的补贴 像回国落户啊 或者是那个创业都是有扶持 我看现在留学生回国 不管是来买车还是买房方面都比较优惠 然后落户方面国家也有扶持 所以说国家这方面还是比较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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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国家这方面是比较给力 所以说国家这方面是比较给力 所以说国家这方面是比较给力